大家好,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背後臂摺擊的基本動作 基本動作是非常重要的 令到你可以有Match Pressure當時打動 而且人家快的時候你都不是害怕的 今天分享一些STM網輝術的動作給大家 就是不用用球,家裡可以做,球場可以做 只要發球都可以,不用用球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記住,不用用球和慢做 哪裏都可以做的,是要投資時間才可以進步 背後臂摺擊,記住第一件事 在網前,用馬背拿好 馬背是會低於底線的馬背 因為現在球在前面會低一點 然後呢,continental grip握著 不過你要偏一點反手去準備 左手握緊,在上面 然後呢,鑽子是離開的,待會你打側就看到了 因為我準備準備了 那之後,第一件事呢,反手呢 完全轉身先 那因為我右手握緊,我會轉右腳的 我左手握著這塊球棒 在我的頭前面 我會拿著continental grip Risk Angle Keep Sun 那這個就是我轉身的動作 做熟了之後,你就可以搭左腳 同一時間一起做 你會見到呢,我搭得軟了少少了 是幫我Poach 的時候會做得更好 所以Band Falling是兩個步的Footwork 就是左腳先的 如果你是右腳 那之後呢,你擊球立準備 那你就會放你的左手 右手呢,就準備要直 然後就踏右腳 那現在呢,我們這個Basic的基本功呢 就碰一碰就實正就算了 Lock 它 我們不會做太多Cutting西的動作 因為這個高水平的 我們呢,做基本功先 好了,我們再來一次 準備Ready Position 轉身踏腳 現了擊球 那剛才是在前面看 那現在是給弟體打側的動作 那現在呢,就是Ready的動作在這裡 那呢,偏少少反走 如果就是In Case 去打你的Body 那現在呢,我們的馬步是大 沉低,準備一個低鍋 然後呢,轉身踏隻左腳 轉身踏左腳 不是,球拍在頭前面的 OK? 我們右腳是轉了 之後 放隻左手 右手是直 然後我會擊球 那呢,如果你可以做到這個動作呢 重複 如果你可以實正這樣做這個動作呢 變成你的Forey都會很實正的 當你真的打半球的時候 投資時間到自己賭 和投資努力的基本功那裏 是一定不會浪費時間的 OK? 那這個是我們STM那本書 網輝術那裏 拿出來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清晴多點支持 和呢,這本書會幫到你其他技術的 OK? 那好了,我們呢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喜歡這個Video 我們今天網上的過程 有很多Video 可以分享給大家去Join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多點有用的教師 那一定會有用的教師 都可以分享 現在 asks你 哪一回 還可不可以